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们若莫看到这节目时 香港时间晚上7点 9点半有张宝华的直播 我一向都不做9点半 接着另一节是晚上 香港时间晚上11点就放出街 我很早就录完他 原因是什么呢 我今天冬季风暴差不多完 我就会去布林有公务 当然节目照常 大家知道我有个流动录影系统 但基本上我是有公务的 我并不是说 好像有些人一天24小时 提出直播报告 你就知道中文大学 最近仰文是什么永远 或者你说 我不说哪个部门 有些人真的是永远 有些人 我觉得 其实我就 因为这件事已经给了 诗 诗已经全权处理 所以我就 不会再仔细说 有什么就跟我的诗 诗说 我就 当他收到私信的时候 他就知道什么事 你看到 我为什么自改了上面 红色的和车 这些方式 我是故意买的 我在日本买的 我在日本买了 我觉得很清楚 我对这些人 我一点都不客气 李王柏宇 姓慎名上 什么人 我给了日本的方式公司 我觉得 因为之前 你用的方式 我用的 是用 MacOS 或者 Adobe Creative Suite 那些标准方式 当然 就很容易被这些人搞事 你知道叶普城 是没有东西的 全部都是垃圾 白兵 这些 白兵这些 我就下一步 会处理 这个人 好了 说完这些事情之后 我就 说一件 真的很好笑的 为什么这一件 我说石头脚 晚上那一节 我就会想说 奴宠某 这个病毒共存 这件事 这个就是瘋了 我为什么 这个又玩石头脚 就是 中国走去制裁 铝室 因为售武给台湾 那么制裁 Ockermartin 和铝室 我不是军 飞机大炮王 但是 我看完就笑了 你现在的一个制裁 都是揽炒了你自己 香港的机场 以及你揽炒了 你自己解放军里面 在这个青藏高原 少数可以用的直升机 为什么我这么说 这个是和 一个香港的雷神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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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航系统 Auto Auto Train Train 和 这个 这个 西科司机 西科司机 那个 那架 那架 黑鹰直升机有关 我先讲香港的机场的导航系统 香港的机场导航系统 香港的机场导航系统 是很奇怪的 跟中国其他地方不同的 中国其他地方呢 基本上是用太力士的 太力士系统的 就是基本上 亚洲区大部份的机场都用太力士的 问题是香港特别奇怪 不知道当初机管局吃错了什么 这个一早被人撑了 不过我撑了很久 他买了雷神的系统 但是雷神的系统 香港就会適应不良的 因为雷神的系统呢 跟美国的系统夹就很好 跟美国的 即是美国和其他美国的机场夹就很好 即是美国它后面有些基础 但是香港用的 原来是屎 搞到一塌糊涂那边的东西 但都算了 香港的机场仍然是用得到的 那问题就是 你现在中国制裁了 雷神的系统 你就捱了 香港国际机场还用不用 你这个雷神系统 你不会立即换 你不会立即换到太力士 我估计你要换到太力士 由招标到 到 到慢慢的 我估计 我估计没有三四年的时间 你换不到 即是这三四年的时间 你有什么头云生气 你都要找雷神 那是不是香港机场不用用呢 是不是澳门机场不用用呢 你狠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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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可能会想 那我找广州的人来指挥交通就可以了 指挥空间 或者深圳 哪里这么容易 如果你深圳那边去指挥 你没有了信誉 香港 因为中国的空间公司总体上是军方做的 很多国际的大公司 愿意过来香港 用香港机场的原因是因为 其中一件事就是 香港的空间公司是一个 相对中压的空间公司 它不是军方的 民航处虽然很蓝 很红 但问题就是民航处 始终都是比军澳的 那我现在想问你怎么玩呢 我不知道 这些石头脚制裁 我看完之后就只有笑字 你是不是想玩变相风港 即是突然间 雷神的零件没有 接着不准 接着香港又不用出去 你是不是想玩这件事 如果你想玩这件事的话 一定会引起西方国家警觉 西方国家一定动你 你不用说了 你玩东西啊 我觉得你玩制裁 你玩到这样的地步 借制裁封港 这件事的话 不单是严重影响你的经济 石头脚 而且西方国家不是傻的 因为西方国家知道 你正在用雷神的系统 香港的机场 你这样玩 西方国家不动你 就站了 我觉得你完全是神经的 所以 这些是大清帝国 义和团式统治的结果 我看过整件事 我昨天睡得不好 又大风又大雨 又大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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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出面天气 昨天晚上 我今早醒来 我看完这宗新闻 我说 你是短的 你是按钩的 我意思是不懂的 这些人 你看到这些是战外外交 所以本来我想说 为何中国弄底 在乌克兰的问题 我觉得暂时不用说 因为我不知道 习近平会不会想出一些奇形怪状的事情 所以我为何 我有白卡评 而且 你这个制裁 你是会出事 其实就算你用太力士系统 都会出事 我为何说用太力士系统 都会出事 因为太力士系统 有一部分的雷达 那些技术 都是问雷神买的 美国有一家公司 叫做雷神 叫做太力士雷神 系统 也是系统公司 他这个公司 其中一件事 就是这些 除了那些 導航 Air Command 那些 就是导弹導航系统 那些 的合资公司 你去处理这个问题之外 他本身有些 你说那些 因为 你其实那些 Air Traffic Control 那些 很多是 均民两用的 那些 其实是share的 其实很多东西 所以 其实 Air Traffic Control 所以你说 雷神 有些 他是透过这个 这样的合资 他是用了部分 的 一齐用的 其实 我未计雷神 之前 你知道雷神的前生 其实之前是UTC 来的 多少 UTC的 和雷神有关 现在是UTC 之下的 UTC 我想问你怎么玩 你开玩笑 你现在的雷神 又不是以前的雷神 以前的雷神 就是说 非军用业务 譬如奥迪斯电梯 开冷戏 那些卖了 然后 譬如你说 西科斯基的那些 卖了给奥迪斯 西科斯基 这个就是我等一下要说的 问题 UTC 很多解析 整个街上都在用 你怎么制裁雷神 我想问 我制裁雷神 我真的觉得 妙想天开 我说我收到 你制裁雷神 I'm serious 虽然UTC 譬如你说 保安 即是习保 习保 习保就 入了开的冷气 所以就很无味道的一家公司 因为开的是很无味道的一家公司 那问题就是 你均用 就算均用民航 Aviation 那部分 很多用UTC的东西 大佬 UTC是大佬级公司 你现在UTC 和雷神合并 你所有东西都问你什么 你很多东西都问你什么 你很多东西都问你什么 因为不止香港的机场套航系统 你玩A制裁 你不想飞吗 你真的 你真的认真想不用飞 你认真 即是我不说 我不要说什么 UTC 前 UTC 这么多的公司里面 最重要的那家 其他家是普遗 普遗做引擎的 你现在 你制裁雷神 你普遗的引擎 不用用吗 喂 你搞清楚 你不需要用普遗的引擎 是很难的 好实话 接着 他说 International Aero Engine 325 那些 你不需要玩 接着 Engine Alliance Engine Alliance 有普遗股份 你的飞机不用用吗 是啊 那些普遗是通用电器 和普遗一起合作的 即是雷神来的 都是 你不用玩 很多飞机不用飞 你神經病 整个人 按钩的 你看到中国那种按钩 無極限去到什么地步 你很短的 我看完这个之后 我笑 我大笑 按钩不是这么做的 大哥 你制裁雷神 你玩得起 UTC 以前没有人制裁到UTC UTC跟雷神之后 这间公司基本上是什么都有的 基本上 你没办法避这间公司的 全世界 你走去 你走去 你神经病 这是第一件事 OK 幸好这个不是当年的UTC 因为电梯也不用打 那时候就好笑 但现在电梯独立了 Otis独立了 当时他不属于UTC 因为当时 UTC解体太合理 因为你是一堆 完全无理 那间公司拼了一块 对股东的价值 不是那么公平 但你说你应该制裁西科司机 你以为解放人家玩的 西科 中国就没什么要帮助Mocky Martin 因为很多Mocky Martin的东西 都不会卖给中国 但有一件事 这个就是以前UTC留下的project 就是西科司机的黑鹰直升机 解放军那时 8964之前 解放军和美国仍然有合作 是买了黑鹰直升机 所以它是少数共产党 控制国家用黑鹰直升机 黑鹰直升机唯一是海峡两岸都用的 美国美制武器 到现在 黑鹰直升机 即是黑鹰直升机 它是用S-70型 S-70C OK 即是只有22架 但到现在 解放军仍然在用它 解放军仍然在用它 很简单 一样东西 现在中国说到自己的直升机 天下无敌都好 说到自己多厉害都好 什么直20那些 多厉害都好 一去到青藏高原 那些稀薄空气 完全不行 那些引擎的重力 完全不及黑鹰 所以你现在拿来 之前美国有制裁中国的军事制裁 但问题就是黑鹰直升机的零件 是少数被制裁的 其实美国应该要制裁它 应该是不应该 因为它有机会来镇压西藏人 但美国就没有下定决心 但你现在多谢美国 你自己制裁那个Kin Martin 多谢 即是你不用用 那些黑鹰直升机 你自己不用用 你自己不用用 可以的 随便 你不买更好 我美国也不用做那么多东西 那件事是傻疚的 我估计以前江泽民现代 玩制裁的东西 一定会问各种装备部 解放军仍然会问 但是那些 我制裁这两家公司 我们有没有问他买东西 一定问总装备部 一定问民航总局 一定问 民航总局那些 如果以前那个年代 不是习近平那些白卡奥 就说 喂 不行的 你这件事居然会弄的 喂 你不要玩 这件事不行的 我们有些东西要问他买的 我们没有能力做的 有些东西 立刻收棄 甚至有些 喂 我们哀契弟 死都要问他买 大哥 你真的要解决贸易战 问他们两个买东西 买东西 买一些 什么叫做 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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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 那些人会这样说 但是现在习近平 那股东西 白卡到这样的地步 怎么办 你白卡到这样的地步 所以要出现这麽方向的制裁 石头脚制裁 我看完之后 我觉得习近平 完全没有理性 那股东西 人家自然会黏了 那股东西 人們不明白為什麼習近平施中製,這是一個典型習近平施中製的實例 因為你不能夠這樣,因為你玩得這麼過火 你玩到這個地步的時候,人家只是覺得你是笨蛋 你自己的石頭砸起,自己的腳就砸 你要砸就砸 我不是那些軍武迷的,但是問題 這個,譬如你說雷神,和香港空空間控制系統,這是常識 西科斯機,黑鷹直升機,在解放軍將,這是常識 這個不用軍事民都會說 這個,你可以習近平在這麼常識的問題上,都可以做這麼瘋的事情 你就知道這個政府沒得救 那件事沒得救,這樣才沒得玩 所以我的看法就是,這個習近平只會越做越刺激 所有的決定完全沒有常識可言 所以你說,為什麼香港抗力抗到軟了 然後你如果真的打仗,那四個解放一定會打到軟了 一定會打到變成希特拉,那沒款收場 希特拉是鎮壓人民好的,但是希特拉一打仗就糟了 我告訴你,為什麼後期納粹,得確是後期打到軟了大龍 他不聽萬斯坦因,他不聽古德林說 他說,有些事情不可以這麼做 希特拉死也要這麼做 明知道他是瘋的 那萬斯坦因和古德林兩國有什麼好做呢 和我開完片,那些摩佑怎麼學一下熔美伊這麼夠僵 但他參與7月20號密謀案,沒有這麼夠 他們兩個又沒有這個膽,又沒有這個腫 那他們說,後備役,偏後備役,等投降 所以你看到二次大戰的時候,他們兩個是等投降的 他們是主動向英軍美軍投降,等投降 投降就是後來降 沒辦法,因為太狠狗,希特拉打到軟了 那些決斷完全是短的 那些一大堆不能夠實現的命令 習近平一樣,都是那些 希特拉還好一點,希特拉是看書的 習近平不看書的 那你可想而知最後的結果是什麼 就是所有的決定就是他做這個希特拉 就是所有不合理的事情 那些人都覺得,中央怎麼會有這麼多官 怎麼會不合理的 問題是獨裁體制,你沒有人挑戰那個領導人 領導人決定不聽人家說的事 他所有的決定就是很荒謬的 不跟民主體制嘛,民主體制 你有一個反對派,他一定要逼你聽一些理性的決定 你有一個制衡的 即是你好像香港以前有民主派的時候 那些人經常說泛民很廢 問題是,沒有一個泛民之後,誰有制衡政府 靠熱狗制衡政府? 熱狗是有空搞我們 熱狗有沒有制衡政府? 你問黃楊達,你問牛正,你問白兵 你問這幫混蛋? 有否制衡政府?沒有 他們幫政府做事 可想而知就是,你習近平這種管治 這種決策管治,你只會怎樣 中國每一個部分都會受害 甚至解放軍 解放軍也好,民航總署 我看怎麼收貨 這件事我完全 我完全是怎樣? 吃著花生等看電影 我完全是看他怎樣交下去 我就是這樣,這件事沒得玩 這件事 玩不下去 這件事 你只會最後,我會覺得 習近平也會有很多這些石頭腳色的制裁 美國也會有很多這些石頭腳色的制裁 可能是用到金融機構 當這些石頭腳色制裁越來越多 美國也不用做什麼 你自己吃 普京比較聰明 普京不玩制裁的 老實說 這件事也是他聰明的 這件事就像俄司那樣 俄司那樣 他有什麼要說的? 俄司的交通是他自己的 他不問西方賣 雖然他那些OS也是問西方的 或者那些什麼 螢幕啊 電話系統 他也是問西方賣 但在主要的軟件 自動軟件上面 俄司是用自己的 他不是用別人的 他用到自己的 你有沒有這個能力? 你沒有 你沒有這個能力 你想想你中國沒有這個能力 你就只能夠 我就只能說 你這些制裁就是 充分反應 你中國就會越來越 這些就是 沒有這個能力 沒有這麼大的頭 有這麼大的頭 有這麼大的頭 沒有然後就一直做了一些 完全自相矛盾的決定 你這樣玩下去 你一定玩死的 抗疫 抗疫已經是一個例子 現在香港抗疫 你中國疫苗是沒有 抵禦Omicron 你要更粗的 要動態清靈 神經病 這個下一步 就是那些 空洞控制 一定最後就亂了 然後就怎樣 我之前那些 戰狼外交 有 玩得多 就只要玩死自己 真的 所以你問我 中國人有沒有前途 中國人沒有前途 因為這種 就算沒有了習近平之後 這種戰狼式的思維 會輪迴的 其實我可以說 一種 習近平那種 義和團式的思維 或者 熱狗那種黑幫思維 這種是 現代中國的兩大思維 兩大垃圾思維 不是那一種就那一種 因為熱狗那一套 其實是國民黨那一套 變出來的 你兩套合起來 最後結果就是 整個國家 一定是垃圾 夠當收場 因為那些人不是 屬豬理性 是屬豪益的 屬豪益 屬豪益 完全就是 我想怎樣怎樣 以我為主 其實就是四個字 以我為主 所以你哪有用 這個社會 沒有用 所以最後我覺得 最後 我留名食花生 看看 最後 中惡會搞成怎樣 我一點都不看好 今晚的一節奏 第二節應該是晚上11點 我要一組錄的 因為第二節 播片的時候 我應該在火車上 我已經離開了 我先講到這裡